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年学测已落幕,不少科目都有正议题被提出,有考生投诉,数学科的选填,H题与知名补习班,各校段考考题完全相同,不少老师家长都认为有初题不公的疑虑,要求送分,大考中心则回应,会发生状题,是因为初题老师倾向出基本题,如果全都不状题,不是考冷屁题,就是数字很丑, 不会考虑送分 综合媒体报道,数学选填,H题考的范围是第四测空间向量,算是今年学测数学中有鉴别度,较困难的题目,但同样的题感却被发现,曾出现在好几校的奔考考题与知名补习班讲义,甚至连数字答案都完全一样,遭家长老师批评十分离谱,全国家长联盟也表示,应该要不计分, 或是提出其他补救 对于外界的质疑,大考中心则回应,目前不考虑送分,但未来初题会更加注意避开这些争议 大考中心解释,为了简化计算,避免用繁复数字影响考生作答,学测考题本来就会设定特定数字,这题题目两边长通常会设为,三四或十五二十较利于计算,所以和各校考题讲义题目容易重复,但如果不考这题,是不是又要考冷屁题,还是要让计算变得很复杂? 大考中心指出,就算题目雷同,考生也不可能预知题目,提早把答案背下来,顶多有些模糊的印象,对考题公平性影响不大,此次出基本题,希望能鼓励学生课内学习,练好基本功 也有数学补教明师说,很多学校都有同样的题目,甚至连课本都有,通常出口题都会稍微更动一下数字,不会完全一样,但他也强调,题目本身很不错,应该要检讨的是未来的出题机制 未来的出题目